让你下载这个CSV档 第一个记得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因为我这个名称好像原来是叫股市当的行情 然后如果两个不match的话应该就会有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你就是开启这个档案 然后这个档案在这里 所以Project名称是这个股市 那它预设是CSV 我建议你可以另存新档 这边等一下再另存好了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那个云端上面的那个 云端上面这个股市当行情 那我们有几段 这一段股市当行 那特别是这一段 我是用那个 这个地方 因为我怕跑太久 所以我只有跑2到5而已 所以如果你下载这一段程式码的话 基本上 我试一下Ctrl-C 然后我建议你弹出来再把它复制贴 那贴的话就直接把这个程式贴上来 贴上来之后我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注解 如果你要全部的资料 全部的话就把它改一下就可以 其他我想应该好像也没什么好改的 最后自己再加一个 在跑之前我建议 各位可以先贴上 然后试一下 试的话建议是step by step F8 跑跑看 然后删掉旧的 因为没有旧的嘛 所以不会删 然后它会抓第一个 你可以这样游标放这边看一下 X是食品 所以它会从食品开始去抓 我看一下食品 那为什么从食品呢 因为上面少了一列标题列 所以如果你要抓的是第一个的话 这边自己要插一个 这个是名称 这个是网址 自己再打一下 否则它会从食品去抓 不然的话你就是程式从1到5也可以 然后它会怎么做呢 它会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这地方的话会新增一个食品 然后呢去抓到它的网址 抓到它的网址 再一次 OK 然后再跑一下 刚刚是跑到这边 执行 然后到这里 然后会抓到食品 然后网址 所以Y的话是网址 然后再来就是说 新增一个工作表名称 取名叫水泥 然后去抓网路的资料 所以这一行是录制下来的 如果不改的话 其实就end wish到wish 然后 呃 结束掉 然后把A栏删掉 自动调整栏宽 然后在游标范围A1 那这一行跟这一行 其实两行你可以把这个改一下 因为直接就autofit 就不用选取了 然后再来就会换下一个 所以再下来就是再来食品 然后一样就下载资料 因此类推 那当然你这边可以直接跑完 那跑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其实我想应该这样应该可以跑了 OK 没有问题 你可以如果多跑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回圈关闭的打开 然后这个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就会全部跑完了 OK 所以以后 你们如果需要抓网路上面资料的话 你只要产生这个总表就可以了 那这个总表怎么产生比较快 其实我教各位一个技巧 我这个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抓 因为只要网路上看到的资料 比如说Yahoo这个当日行情 你都可以透过什么呢 透过一个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我是当日行情 这是从Yahoo的那个股市的当日行情 那我刚刚是抓这个部分 如果我要抓什么 这是上市的 那我如果要抓上柜的 这些好了 那其实也是一样 选取它对不对 其实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或者干脆从这上面 上柜的部分 这个部分把它选起来 然后按右键 底下有个检查元素 那我觉得比较快的方法 它会自动跳到这个范围 那网页里面 TD就是一个储存格 TR就是一列 TBody Table就是一个组Table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组Table 怎么样 的下面TBody 选到 或者这个按右键 把它Copy as HTML 然后呢 再切到Word 我建议是用Word来做 因为Word比较快 那再把它贴到Word 贴到Word之后的话 其实我的做法是这样 因为把这个mark再删掉 TBody这个部分不需要 从超连结 那HTML语法 我想这应该 如果学过HTML语法 应该都知道 这个语法 超连结的语法是在这里 那它这个超连结 前面少加了一个 这个有没有 这个是相对路径 前面呢 斜线S扫加了一个 那个Yahoo的网址 Yahoo的网址是 这一个网址 所以我们可以自动 再把这个网址补上去 这个网址 这个HTTP S 冒号这一串 那你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并且把这个 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把这个地方 把它取代 用Ctrl加H 或者取代 取代成什么呢 把上面这个 取代成下面这个 取代成网址 因为这个开头 它少了 它是用相对的路径 然后把这个路径 把它复制 这个取代成这个 然后全部取代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网址就出来了 这个网址 本来是 这个是相对的网址 然后把它从 这个 把它放过来 这就有完完整的路径 你可以再测试一下 看会不会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后面这一串 食品后面这一串的东西不要 那不要的话 实际上就是把这一串 把它Ctrl加H 也是这样Ctrl加H Ctrl加H 把这个部分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这个把它贴上 这个把它删掉的话 就取代成没有 全部取代 这样它就会把30个后面的东西都删掉 然后还有哪一些不要 这一串的也不要 所以这一串 这一串不要的话 你会把它Ctrl加H 然后把这一串也是这样把它复制 那我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很快的把那个我需要的部分留下来 把我需要的部分 这个也不需要 所以这个也把它取代一下 Ctrl加H CtrlV CtrlC CtrlV 然后全部取代掉 留下来的部分 就是留下什么 留下一个网址 加一个名称 网址一个名称 中间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 也是一样CtrlC CtrlH 把它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一个豆点好了 因为中间 因为将来一定要变成一个表格 表格的话中间 需要一个用豆点做分格 做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网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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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这个不要 你可以把它删掉就OK了 最后怎么样呢 你可以把它全选 利用一个功能 就是插入里面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表格 文字转换成表格的功能 这功能非常好用 因为有的时候 你要在Excel里面做完这些事情 其实不太容易 但是在Word里面做会简单许多 那做完表格之后 再把它放到Excel 就OK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 你要从网路上 快速的产生一个表格 在Word里面其实非常简单 那我把它录下来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细节部分 你自己再重新看过 然后这边的话 变两栏 这里的话呢 分格符号在豆点 这个地方你只要怎么样 改成豆号 它就自动知道有两栏 然后呢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哦 很快的 它就自动一个 这个是网址 这个是名称 你可以两个颠倒一下 贴到Excel里面 两个颠倒一下 不就好了 所以网路上只要有连结的 就太多了 所以以后你要抓什么网路上的资料 非常的容易 而且你可以自动更新 或者按下去 反正要自动更新 每天都更新 所以以后 你每天做的事情 如果只是需要 从网路上抓资料的话 就可以把今天讲的部分 派上用上去 其实每天就会很 很easy的 而且你这个表 贴有些 我发现很多人 每天工作 其实一大部分 都在抓网路的资料 就可以把这个部分用上 派上用场 最后呢 就是把这个 这两栏把它删掉 最后的话 再把这些资料 还有一些多的 反正多的你自己再把它稍微手动一下 应该大致上 比你从头做来得快很多 OK 这个是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 如何前面的动作 后面动作也OK了 那就完成了 这个部分的话 有兴趣同学可以试一下 那我是用什么 用那个Chrome浏览器 按右键这边有一个检释元素 或者你可以从那个啦 在工具里面有一个叫 检释元素嘛 不过从检释元素嘛 里面找会比较辛苦 因为它全部 一楼框全部都给你了 好 全部给你 你要找不容易嘛 对 所以我建议你是选取你要的部分 按右键 检释元素 这样会快很多 OK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也是同学提到的问题 这个问题 我在部落格里面刚好有分享 所以今天顺便也讲一下 因为一个股市嘛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在第一篇 最近写的 就是期货的交易资料 那它的需求是这样 它的需求其实非常 需求在这里 它是最后做出来 是希望做出 这个结果 这个是一个结果 最后 那本来空的部分 这一部分是空的 这个中间这部分是空的 也就是说呢 它要在几十万笔资料里面 几十万笔 特别就是几十万笔资料里面 去算出每个时间 之后开盘 收盘 最高最低 还有这个最后的量 那这个部分如果用手动 原来是这样的 那最后做出来要这样 你要需要一个按钮 在几十万笔资料里面 要自动帮我把结果做出来 那当然这地方 如果不用VBA的话 真的会做得非常的耗时间 所以各位可以先把刚刚的部分先练习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范例是 我又把这个范例放在这里 这个期货的VBA范例这里 这个是需求 你可以把它也是 download 上面有个箭头下载下来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会有需要的范例之外 还有一个题目的说明 那当然这个 这也是同学没有给我的 他问我 他刚开始我也不太懂他的逻辑 因为对期货 其实说真的我也不太懂 后来呢 我就跟他讲说 那不然你告诉我 你到底要什么好了 你只要给我逻辑 没有VBA办不到的 所以他就没有给我这一串 他就跟我讲说 在TXDATA里面有这么多 本来有十几万笔 他说他每天做的工作 他把它筛成只有六万多笔 把十几万笔资料里面 主要是成交时间 成交时间如果是84500到84600 算是一秒 这一秒钟就是846 然后呢 他要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去抓到什么 抓到他的开盘 开盘就是第一个数字 跟收盘最后一个数字 还有这区间里面最高跟最低 还有他的总量 这个区就是84600 的所有的这个 记录里面的所有总量 那怎么做比较快 其实基本上 当然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人可能会用资料库去处理 不过如果在Excel里面 如果你不希望 那么复杂 用那个资料库 因为你还要去学 C口语法 还要学ADO 看又昏头了 最简单的方法 用什么呢 如果不想用很复杂的方法 你可以用简单一点的方法 用什么 用这个资料里面的筛选 其实资料里面筛选 就已经非常的够了 其实资料筛选 基本上可以取代 资料库查询的所有功能 不会有问题 因为其实 C口语法里面查询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那筛选里面 如果你要筛选出什么呢 你可以有个什么呢 筛选数字里面有个介于 因为我的秒数是 介于什么 84500到84600 84600 按确定之后 那实际上它会帮我筛出来的 这个区间有没有 实际上 这个84500到84600 这个区间呢 是我要的 这个就开盘 那收盘就是Ctrl向下 就最后这个 开盘收盘 那最大的话呢 就是这个区间 成交金额里面 这个区间里面 最大的 最小的 最小的 这个区间里面 最小的 那再来就加总 我想如果懂期货的同学 应该不陌生 不过对我来说 我也是门外汗 因为我也不玩期货 那他只是告诉我 那最后他需要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把这些资料 84600这边量 12345填过来 再来换下一秒 下一秒的话就是 84500到84600 下一秒是 84601 01到84 84700 以此类推 这边有个题目说明 如果各位 那也就是说 底下全部都一样 那但是要做多少呢 做这么多啦 总共1000 其实比数非常的多啦 所以他说每天 他光要处理这个事情呢 他已经每天都在做这些就够了 其他说真的要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几乎没有时间 那他希望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按个按钮 全部都通通做完了 哇 那这样子的话就太棒了 可是要怎么做呢 就要逻辑 第一个你要逻辑清楚 第二个跑个回圈 结果就出来了 那我已经写完了 我demo给各位看 我看一下 这个写完的程式 其实真的不难 就照我那个方法 大概两下子 大概就差不多做完了 期货的这个 后来我就按照了我的那个方式 也是一样 按个按钮 这边假如是空的 不过我没有全部做完了 大概就跑一个意思一下 跑到这里底下都一样 那我看一下我的程式 应该是写完的是在这边 筛选 我分成三个阶段 最后写完 加个按钮之后的话 直接跑 自动自动跑 跑完之后的话呢 我大概跑个意思了 我没有全部跑完 全部跑完了 OK 你想说 这个如果 所以你的工作以后呢 就再加个按钮 这边最后加个按钮 每天你的工作 就是直接把这个 不过我是分成三个阶段来做 一个阶段是 先分析一下 最后就把它按下去 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OK这里我想各位 先把那个云端上面 我放上去这个范例 先把它下载下来 稍了解一下 等一下我再把那个怎么做 告诉各位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基本上这个范例 也是跟前面我们讲的 是直接的关联 我用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 第一个筛选 筛选嘛 筛选出药的 那前面的筛选 只是一个条件而已 有没有 比如说业务 就一个条件 那这个范例是两个条件 所以那个参数里面有个 criteria 1会有 criteria2 就是有两个条件 那两个条件是介于 这个范围跟这个范围之间 所以你只要把这两个范围 做两个变数 动态的给它两个变数 然后呢 它会帮你筛选出来 你再去抓第一个 再去抓最后一个 再去抓这个范围里面的最大 这个范围里面的最小 跟什么呢 这个范围里面的加总 那你就可以得到 五个需要的数字 再把这个五个数字呢 填到应该放的位置上面去 那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也是回圈嘛 对不对 所以最后一定是 事必是做回圈 所以我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筛选 先录制 第二阶段就是 取一笔资料 第三阶段就是 做回圈 因为一笔资料嘛 你就要下一笔 下一笔 下一笔 所以动作都一样 只差别是把一笔变成多笔 那以后的话 你工作流程大概也差不多这样子 你就会很快的把一个 本来应该要土法链钢重复的事情 很快的自动帮你完成 那这样感觉应该 我想应该会很有成就感吧 因为每天 对 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每天如果都固定做某些事情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 写成一个VBA按钮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看一下 那刚刚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网络资料怎么下载 然后一个是期货的这个VBA范例 如果坐下我 当你 有个人 下载 就 谢谢观看